马总统刚刚说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肯定 不过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却痛批 马政府施政 直让民众更反感 下午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抛出民进党版的有感经济方案 要跟执政党版互别苗头 选拽城中团队一个月有感期限 民进党有备而来 推出党版的有感经济政策 由党主席苏贞昌在中指会上正式宣布 我们要拼产业 强地方 雇家庭 住青年 我们希望有助于因应当前的经济情势 不止被版准备好 连单张文宣也设计完成 苏贞昌强调不是说说而已 以强化制造业发展台湾 成为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基地 改善中小企业困境 重建计职体系等13项措施 作为经济施政两方 也将透过立法院党团 结合执政的县市长 为人民解决问题 让人民看到民进党的努力 台联党团也没闲着 点名台电中游分别熔登最麻木和最反感的单位 而金建惠认为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让民众有感 也被批评为最失能 最新的这个民调认为有96.8%的人认为是无感的 一个月来人民只有无力感跟挫折感 这是一个假议题 从来没有说要从三个月缩短到一个月 错 是三个月当中有些先提的 一个月就可以拿出来 田国岛格案留校查看的陈冲内阁 立拼有感施政 即便各项经济数字也在好转 在于党人士不满意 提出质任有效的经济政策 和执政党互别苗头 UDNTV凌云李黄轩台北报道